我类似讲这样 反正就是我刚刚讲的 第一个阶段就把资料读到Python 第二个部分就是做一些统计 这个部分的话要怎么完成这两个阶段 首先第一个下载这个档案 把它下载成CSV档 这个第一个 下载完之后的话 它的路径基本上就会放在 应该是download 下载这个路径 我在这个download的路径底下 会放一个这个档案 所以将来如果我要下载的话 可以分两阶段完成 第一个的话 就是用F等于open 因为这个前面都讲过 你可以把这个路径放过来 如果你怕打错字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直接拿什么 下载在上面点一下 直接拿这个上面的东西去复制贴上 会比较保险 因为之前我发现 虽然没有很复杂的路径 但是有些同学自己打字 一打就差一个字 少一个S 拼错一个字就错了 所以我强烈建议 有时候写程式的时候 如果可以有地方复制贴上的 你刚才用复制贴上好了 这样就可以省掉了就麻烦 不然的话程式只要一个地方错 那很麻烦 你光找错误都找半天 另外的话呢 这个后面的档名跟副档名 你就直接把 也是一样 如果你怕错 你刚才就用复制了 因为这里面你会发现它有一杠 然后这一杠后面还有一个空白 那如果说你这个空白漏掉的话 那也是会发生错误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档名 副档名贴上 这样比较保险 后面的话你就用一个什么呢 R模式 那不过可能要特别注意 encoding等于UTF8 这个前提就是说 如果你的档案 特别注意 是UTF按右键 我刚刚用什么 开启用那个记事本来开 那你可以另存新档 我刚刚有讲过 它如果是UTF8 那你这边就要加 encoding等于UTF8 但是如果它这边是ANSI的话 encoding这边可以不用加 因为它预设了 因为这个环境是微软的 Windows Windows它就是ANSI 就是CP950 那你又可以不用加 如果你这个地方没有加的话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是UTF8 但是我encoding的话 我忘了加这个地方的话 那你会发现 你一run之后的话 它就会怎么样 它就会错误给你看 有没有 它错在哪里 你只要看到 什么unicode decodeL 就是你编码错误 unicode 那怎么办 你看到CP9 你就直觉了 那我后面的话就把 逗点加一个什么 跟它讲说我编码方式 请你帮我 incoding 等于什么呢 就是双引号 UTF 1-8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执行就不会有错了 所以其实 大部分遇到就是说 你来的档案 它是UTF8 大概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未来以后读档 或者从外部来的档案 都会有可能有编码的问题 如果你是从Google上面来的 或者是说从其他 就是非微软阵营来的 都用UTF8 可是如果是微软的 它就是不是 所以你这时候 其实常常会遇到 就是乱码的问题 那怎么办 你就是要修正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有两个方法 你可以用什么 我前面讲 F这个物件建立之后 有没有 然后再用read read是全部读取 把它print出来 我这边就read到一个list1 这个变数 然后print出来 那你执行的话 你不然就直接print结果了 最简单 三行就搞定 但是问题 你要去计算总分跟平均 很抱歉 它read的时候 全部读进来 就跟一个记事本打开而已 什么事 你没有办法去做什么 去做像加总跟平均 就有点像你现在打开 假设你现在要在这边 做平均 做加总都不行 除非你怎么样 你用Excel打开 Excel打开就可以 所以这个道理有点像 Excel实际上是帮你把 这个所有的东西 放在它个别的栏里面 然后你才有办法 按照那一栏去做加总跟平均 那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 只是说 Excel打开很方便 但python怎么做 所以关键来了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不能够用这么整个方式 而是什么 你必须用read line 你就是要read lines 接下一次 read line 再一次 这还蛮好记的 我觉得 这个python给我感觉真的越来越像一般 就直接开档 不会像以前写java写一大堆 光开档至少要写十行 哪记得起来那么多 即便现在记得起来 过一阵子我就都忘光了 所以这个 当然python我觉得不用特别去记 应该够简单的 这个 即便你忘记没关系 云端上你就保留一个备份 你将来拿来当范本不就好 我们写过东西 以后都可以拿来参考 然后改写一下不就好了 反正有点像什么 我需要做什么开档的动作 那你就开档部分去找 然后把那一段拿来贴到你的程式里面 就可以开档了嘛 就这样大概就可以完成你要的事情了 所以我建议以后学程式的话 我发现很多同学以前跟我讲 最有受益就是 我给你们的程式范本 为什么 因为他说他都是用贴的 然后来改就好了 OK 然后后来慢慢他改熟了之后 自己都记熟了 慢慢就不用再用贴的 慢慢就越来越进入状况 OK 这也是一个方法 不然的话说真的 程式要记那么多 谁记得起来 对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realize 改一下 然后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有什么差别 这个时候的话 他就帮我读到一个串列 有没有 然后呢 一个串列里面的话 一个串列里面就是放一列的资料 可是问题它是一列哦 它并没有分开来哦 所以呢 如果你要个别去统计的话 你一定要跳过栏位名称 然后呢 从第二列的资料开始 第二个资料里面开始怎么样 然后再把它切割 切割之后的话 把第一个放在A 第二个放在B C D 的那个串列名称里面 OK 有点像我想象 因为名称不知道叫什么 干脆叫ABCD好了 有点像Excel 你就把它模拟成当Excel 对应有一个方法 叫Streep 有没有 Streep把那个反鞋就跟去掉 那如果看到这个资料在分割的话 那你就要记得 我们前面讲过一个Street 有点像Excel里面的资料剖析 所以呢 底下的话呢 当然第一个我们是先把它读到一个串列 第二步的话呢 就要分别把这四个资料分别分开来 哦 分开来怎么分呢 基本上就是下面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什么 先给它一个什么 我先把这底下 因为这底下我已经写好了 因为我懒得再打 所以我就直接干脆这样 慢慢一个一个来好了 第一行的话呢 我们就是这样 第二阶段 第一个步骤呢 因为我们要放总共四个栏位资料 所以我想到最简单的方法 因为以前还会想说 第一栏叫什么Name 第二栏叫Chinese 第三栏叫English 第四栏叫Mate 我会发现打那么多次 太麻烦了 然后我就想到Excel Excel不是ABCD 那我干脆就叫ABCD就好了嘛 这样好处就是说 就感觉跟Excel还蛮match的 那另外的话 如果你有很多栏的话 以后记得 用这个方式可以产生多栏 否则以前要怎么打 以前可能就是 如果你不知道这一招的话 以前都是这样教 所以有些书上就教你 A等于中瓜阿虎 等于中瓜阿虎一个 然后B又等于中瓜阿虎一个 C 如果你有很多栏的话 你就一直的打一堆 OK 像我觉得好像感觉 那个城市会变得很冗长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 你就记得这样子 这样就可以了 OK 以后的话你有几栏 那你就弄几个串列 OK 第一个我们已经有串列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就是再把资料给放到那个串列里面去 可是放资料的话 特别注意哦 因为我们第一列不能放 因为我们将来做那个统计的时候 它国文这个是栏位名称 它不是分数 所以如果你上的话 多一个国文 那不是这个加总就会产生问题 所以避开第一个 所以为了避开第一个 那我们就等于是不要读取它 那栏位名称就没有了 所以怎么样 我们这个可能要自己手动加一个栏位名称 然后面的话呢 就for i in range 关键的地方来了 从1开始 你不能从0开始 因为如果你从0开始 就会把栏位名称也带进来 那就错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关键的地方就在这里 然后呢 再把后面的dol點加l1n 等于把这个串列 一直到最后一个全部都帮我怎么样 跑完啦 所以for i in很重要 如果你for i in不熟的话 请各位回去一定要把for i一定要熟悉 意思就是说呢 帮我把这个串列里面的所有资料 通通帮我把它读进来 我读进来要干嘛 读 从这个开始读 读进来之后的话呢 那我先读第一个 那接下来就是什么 先帮我读进来之后 帮我做什么 资料剖析 所以你要想到什么 剖析的部分的话 特别注意 剖析还没有 应该是先把它列出来 所以我们就列 把它列资料到那个底下去 然后再做资料剖析 所以基本上 底下的这个 到这里好了 把它注解一下 基本上呢 一直到上面的部分 执行一下 就是做什么 这个list先把它注解掉 其实一直到这边 基本上就是什么 把档案列出来 不是用read 所以刚刚我们read是比较简单 read它没有办法 做后面的统计的动作 所以第一步 我们是把它用readline 所以你会发现 readline再把它输出 感觉又比较麻烦 这个是因为最后面会有多一个换行的部分 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接下来就是什么 把它做资料剖析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资料 把这个串列把它执行 OK 那所以接下来的话 就是把这个资料做剖析 所以剖析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list 所以底下的部分的话 我们前面讲过就是你可以 用那个list2 我习惯了 这个地方也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方法 第一次叫list1 然后第二次叫list2 然后再来如果还在切在list3 这样好处就是说 反正就是串列 然后一直往下一直说 这样也好处就是不用再想名称的 不然有时候我光写成字 有时候要想那个变数名称 真是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你会看到ABCD 或者是list1234 这个是我的一种懒人的写法 OK 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不用一直在想 变数名称要叫什么 OK 反正以后叫1234就好了 像以后的学生字 也可以叫12345678 这样最简单 只是说当然不可能啦 只是说如果是这样 有的时候就比较好解决 OK 就像那个 像以前那个老一辈 每次小孩都生很多 有时候生十几个 最后根本搞不清楚 自己连自己的小孩都叫不出名字 有没有可能 以前那年代有可能 现在当然不可能的 OK 现在都生的少 因为很多人不生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把它Splitter 所以特别注意 我如果要切割的话 我前面讲过 就是用什么 把那个list1里面的这个资料 list1里面这个资料 用那个Splitter 那因为它里面用豆点去分割 所以我就把它分割了 OK 那所以这个放A栏 这个放B栏 C栏 D栏 那因为D栏底下后面多一个这个 有没有 多一个那个换行 所以必须要多一个什么strip strip意思说把这个拿掉 所以将来如果说你头尾有一些你不要的东西 你可以用这个strip 去除掉头尾 比如说有空白 你也可以用strip中间加空白 他就把空白拿掉 那分别把0 有没有 这个这个里面的0放在A B C D 一直往这个全部的资料呢 通通完成的话 那我们就是把它放在回圈里面 他基本上呢 就用append 前面讲过append就是把资料放进去 放进去放进去 所以他就一个多多一个坑的放进去了 所以A栏里面的那就加总就是总分的 所以后面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它加一个分格符号 然后呢 国文总分就是什么 国文总分 那当然你这边冒号你可以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大瓜糊 我前面讲过 平均 空一格平均的话呢 你也可以加一个大瓜糊 然后后面的话你可以再做什么 点什么 点format 前瓜糊 OK 特别是以后因为前面有两个大瓜糊 所以后面的话你要给两个参数 意思是把后面两个参数丢到前面大瓜糊里面去 然后这个很重要 因为以后在python里面 如果你会用format 很多地方都变简单了 这我跟各位强烈推荐一定要把format学好 当然坊间书籍不见得用format 但又另外一回事 因为每个人习惯 我只是说尽量找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跟各位说明 再来的话我们要怎么把资料放 国文应该加总 所以加总的话你可以用一个sum 小瓜糊 sum这个函数呢 就可以把a放进来 有没有 意思是把那个a 国文成绩有没有 通通放a 那就把它做加总 就放到里面 逗点 第二个的话就是 把这个加总总分除以几个人 所以把sum 平均的话就是 就是sum除以什么呢 总共几个人的话就len 瓜糊a 这个是算里面有几个 几笔资料或几个人 ok 这样的话就等于是平均了 因为他们里面 pathon里面没有像 ecell里面有average 如果有的话你就average 瓜糊a也可以 ok 就因为没有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方法代替 ok 这样的话再来的话 如果你执行 理论上应该就可以出现了 不过出现错误 错误在哪里呢 这个地方 哪个地方 看得出来吗 或瓜糊少一个 有没有 他虽然说 他说这边错 可是实际上 大部分都是这个地方错 有没有 这个瓜糊 b 应该是有个字党 所以是西里 这个比较错 对 还有 更正一下 所以有时候 写太快了 这个是b才对 更正一下 所以 把b放进来 还有 另外一个错误就是后瓜糊 其他应该就ok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也是 不过这个不改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比数一样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ok 不过改一样 反正你可以看出错误的话 那表示ok 执行的话 当然因为这个没有格式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是取到小处点的第三位 所以如果你要取到小处点的第二位的话 冒号 点2f 就可以了 如果你一定要整数的话 就是在中瓜糊里面加一个d 就可以了 ok 所以整数是d 那 取到小处点的第几位 就是点 几 f ok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是 放个字 一个文字的话 你就是加s 就可以了 不过就是s d 跟f 大概是这些 因为这个是一个放个数字 所以放个d 那这样的话就把它直行一下 这样就ok了 少一个冒号 冒号d才对 冒号d ok 执行一下 这样就ok了 那底下都一样 所以你这个做完之后 你就复制 改应该会吧 改改 这样ok的 所以请各位呢 试一下 分两阶段把资料完成 上面部分是做print 从1到7行 8到16行的话呢 就是做资料的统计部分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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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